曾经在罗浮宫板柜个店 以台湾毕卡索进军国际出名的苏宜荣 他说无法充电的业劲机缘 这行为他转型创作的营养分 这次他需要车回到高兴台南 在2月之后开始正在台港文化中心 电出17百万全无感风格创作 当时两下地名也许可但文杰古板像个店 苏宜荣表示 营养台南四百基岩 所以他第一个苏宗的跨年电南为主地 希望后续近更多的技术家都来台港 台湾的台江家 有很多滑滨、电南 要用电南去观光客或滑滨来 所以我邀请了一个丹荣吉的陈文史老师 都登记在国外 邀请了一些国外海外的朋友 来台南 来吃台南的美食 和用艺术来带动 我们整个社区的水 所以这个台港的电台是非常漂亮 因为它的采光和它的设计都最適合 来做这个艺术的电南 为营养家台南四百 这个历史性的社区 苏宇隆特别推出寒冬纪念酒 刚刚用卫作美化酒館 成为美国商会增上滑滨的国民外高 同时配合两年也设计一款会设计 为艺术本丛这道很好的电缓 今天对文创文明和选择带动 我们台南带动艺术 所以有很多 就是说 刚才因为四百年 这太年轻 我们没有另外一个四百年 所以 我们也是说 用这个丁 灯笼龙灯 礼要龙门 还可以点丁 还可以提灯笼龙灯 很趣 很吉祥又很好的祝福 祝福 我们台南市民 我们台湾的八千 都平平安安 吉祥 点灯 改天南地吃喝丁头一后 中西宿靠梅尼一月二十八盒 要请民众共同来感受给衰的衰 咱们先问 君吉何秋邦蔡宏博的